下面我们讲第五 讽刺幽默与区别 讽刺幽默与区别 这是一个写作技巧 也是鲁信扎文里面贯穿性的一个美学追求 讽刺是鲁信扎文最常用的手段 什么是讽刺呢 鲁信有他自己的理解 什么是讽刺 节目文章里说 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 或者简直是有些夸张的笔墨 但自然必须是艺术的 写出了一群人或者一面的真实来 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个作品为讽刺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不必是曾经有的时事 但必须是会有的时情 这个鲁信对讽刺的一个界定 所以我们这样 鲁信扎文里面 讽刺是大量使用的 我们可以挤一下例子 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叫 14年的读经 14年的读经 背景是1925年 当时的教育部长张世昭 主持教育部的会议 决定从小学四年级起开始读经 这不是从五四倒退了吗 每个星期读一个小时 读经 当时鲁信认为 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潮 所以他就写了这篇文章 我也给大家念一念 14年的读经 前面就讲了 这个张世昭主张读经 这个社会上呢 就是吹现了一些议论 是吧 这个认为读经 就是开倒车等等 然后又讲到呢 尊孔从柔 是吧 复古 柔来很久了 是吧 到底历史上是怎么尊孔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讲了这些 很多历史上的一个史实了 是吧 这个 接下来现在就谈到了 这个尊孔度金呢 现在其实他认为 是要不得的 是吧 下面呢 有这么一段话 是用这讽刺的一种笔法 譬如说 他讲了 最后有这样 有个说法 就讲到了 这个 例子的比喻 古国的灭亡 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 被太多的 古的习惯 较远的硬化了 不能够再转移 来适应新的环境 一个古老国家的灭亡 往往都是因为僵化了 弱观分子 又比太多的 坏经验 较远的聪明了 已是变性 直到在硬化的社会里 不妨忘形 但是忘形是可以议论的 故意忘形 却无惜在乙潭里 唯一的疗效 是在另开药方 酸性剂 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这个还是议论 讽刺性还不是特别强的 接下来 不提防 林默又提到一个俄国人 怕是要疑心 我疏了卢布了 因为鲁信当时被人攻击 说他输到了苏联的卢布 所以写文章比较酌情 这里他是借别人的话来讽刺 我这里又要说一个俄国人 不要以心我是疏了卢布了吧 卢布是当时苏联的 这个俄国的钱 我现在郑重声明 我没有输过一张纸卢布 因为在俄国还未赤化之前 俄国还未设计革命之前 他已经死掉了 是生的别的疾病 和他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 这个问题无干 这都是一种讽刺的一种口气 随便打开鲁信前街 我们可以到处都看到讽刺的书法 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里不能多数了 再说说幽默 很多人都认为 我们这个民族苦难太多 比较不幽默 在传统文化里面 幽默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的 人意多少很有点幽默吧 但整个来说 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缺少幽默的 但是我发现在另一方面 底层民间又是很幽默的 特别是农民 农民的文化 幽默性非常突出 所以一般认为 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多教化 老是要教育别人 缺少渔意 缺少一个空间 不太考虑过人 所以缺少幽默 当然这是个学术问题 比较复杂 可以继续探讨 我这里只是简单的提一下 鲁信的作品 杂文 恰好在幽默 讽刺 喜记美感这方面 非常突出 非常突出 如果说鲁信的文章厉害 确实是有点刀臂力 不过它比刀臂力要高多了 鲁信的杂文是有眼界的 有思想的 有发现的 绝对不是横不讲理的 那么谁跟鲁信论争 都很难占上风 这个跟鲁信的讽刺幽默 能够在文章里面 体现那种大气度的 大气度的 喜记美感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更具体一点来说 鲁信的幽默 讽刺跟语言技巧也有关系 看他怎么搞 一个是好用反语 所谓反语就倒着说 就用对方论帝的话来说 但结果是 以子之谋公子之邓 是一种羞耻 也可以说是细法 模仿的法 就将对手的语言 推到极端 叫细法 我们可以挤个例子 他有篇文章 叫文学已出汉 文学跟出汉 怎么个关系呢 我念给大家听听 文学已出汉 注意他的游默讽刺 他就当时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文学的表现的内容总是带含有一定的阶级的情感 阶级的思想 没有永久的那种所谓的普遍的人性 他要讲这个道理 他说人性是永久不变的吗 内人人 内言人 言言古人 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 人性就能永久不变 不说内言人 就是言言的脾气 我们大约也很难拆得住 这我们的脾气 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明白 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是在哪里 因为当时有些作家在提倡 写作就要写永久的人性 要为后世立文章 他认为这个是做不到的 譬如出汉 你们注意 这个形象的一种幽默 我想是否以古有之 出汉 古人也会出汉 已经也有 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 该可以作为 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他的讽刺 出汉是不是人性 然而弱不进风的小姐 出的是香汉 蠢笨如牛的工人 出的是醋汉 你看 这个蠢笨如牛 弱不进风都带引号的 借用他论迪的话 不知道唐要 要长留世上的文字 要从长留世上的文学家 是描写香汉好呢 还是描写醋汉好 是吧 是这种讽刺 其问题 他不先行解决 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地位 威士是 极极服待哉 这是一种 非常幽默 就用对方的画 这个 以子之毛 公子之顿 这是修词上叫细谎 细谎 这是一个方法 鲁星经常用 第二个是漫画 漫画笔法 高度的夸张 抓住对方的一个特点 包括特别是缺点 或者是矛盾 就抓住以后 把它放大 突出起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以适当的修持的手段 逼法来强化那种 讽刺的色彩 比如他 有时将含义相反 或者不相容的词 放在一起 这个本来的含义 它是相反的 不相容的 放在一块呢 造成一种后果 一种效果 什么效果呢 陌生化 这样就强化了词 以本来的 某些质感 或者功能 有时候 它是装持卸用 比如讲到 君子焰包厨 而大绝 是吧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成语了 是吧 他就这样说 以示 他心安里的 天气盎然 踢踢牙齿 摸摸肚皮 万物 皆 备业我也 这些话 都是一个装持 是吧 在这里呢 便是卸用 这个磁性 发生了变化了 又譬如说 好像是去了 东三省 党国 到异象 一个国 可以 博得 有帮人士 永远 国下去 一样 国下去 国家永远 发展 生存下去 这个名词 作为动词用 磁性的变化 所以鲁信呢 就是喜怒 笑骂 接文章 这些语言技巧 其实 也是一个种 写作姿态 是作家的一种 批判力 或一种 这个 创造力 鲁信呢 把杂文 这个鲁信的杂文 把汉语 那种功能 那种特点呢 可以说 表现的 这个 发挥到极致 另一方面呢 他很多用 区别 多用区别 他说话是绕着弯的 是吧 区别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制造一种张力 可以制造一种 叶多的摩擦力 叶多的时候呢 你时时会停下来 有一种 这个 体位 这个 而且鲁信 这个文章里面 他用词啊 有时候 这个 常常是反规范 反常规 制造一种 不活泄的奥体 是吧 这个打破呢 语言呢 对思想的束缚 那起的一种幽默 犀利的一种 美学的效果 所以这个鲁信的杂文呢 他的语言表述啊 这个这方面呢 是 也是 很有他的特点 有他的功力啊 是的 有他的智慧的一种表现 关于鲁信的杂文呢 我们就 就讲完了 这个 一个基本的意思呢 就是说 鲁信杂文呢 是我们 现代啊 一个非常宝贵的 一种文化之言 也是精神之言 是一种 百科前书式的 一种精神实体 又是百科前书 但是一种精神实体 所以我们呢 应该读一读鲁信的杂文 这是很重要的 一笔遗产 接下来 还有点时间啊 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鲁信的 鲁信的故事新编 这是第六个问题 鲁信的故事新编 这是小说啊 鲁信在1934年 到1935年呢 连续写了 五篇历史题材小说 那么 加大二十年代呢 他又写过三篇 合到一块 就变成故事新编 这个故事新编呢 是一部试验性的作品 也是带有先锋性的作品 它是对 记载在故事 故事呢 就是古代的神话 传说 包括一些历史故事 记载在故事里边的古人呢 进行了新编 古人的那些事 进行了新的产事 所以鲁信所写的古人 全部都是神话英雄 或是圣贤的人物 以传统文本中呢 在传统文本中啊 本来都是神圣 不可触犯的 但到了鲁信这里呢 就把它拉到 日常生活的情境里边 就抹去了那种 英雄的色彩 抹去了那种 浪漫主义的神光 光圈 就把它繁衍为 常人 凡人 本相 本来是历史上的 很神圣的东西 拉回到普通的生活里边 它第一篇呢 叫补天 补天呢 它不是描写 它也描写这个 女娲的故事 是吧 女娲补天 大家知道 但它不是写 女娲补天 那种英雄的行为 历来 这个传说写的 女娲补天 都是一个 我们人类的始祖 始祖 他们的英雄行为 他不写这个 他写什么呢 写女娲 创造过程中的 那种心理状态 他不是创造了人 创造了万物吗 他创造过程中的 心理状态 是吧 尤其是鲜染他呢 发现他呢 在创造过程中 那种辛苦 是吧 他创造出来的是 一群楚漏的人类 他不是创造了人吗 这个人变得这么楚漏 是吧 所以 禁不住 出了一口冷气 感到从未有过的无聊 当然这是一种想象 想象 女娲 这个创造了人类 结果是这么一个东西 他出了一口冷气 所以人类始母 他创始的精神 本来是很神圣的 在鲁信的笔下呢 变成是有精神苦闷的 就回到普通生活里边 奔月也是一篇嘛 奔月 就是长熬奔月了 是吧 鲁信呢 在这里呢 写的不是 射日 这个奔月不是有个 是这个太阳 天上出现九个太阳 他要射掉几个啊 有这个射日英雄 叫做后裔啊 他当年呢 有赫赫的战功 非常了不起 他不是写这个 而是写他 功成名就以后 由英雄变为凡人 就以后 这种心境 这种遭遇 就是被冷落了 被遗忘了 他的那些弟子呢 背叛他了 亲人也离异他了 就是把这样一个英雄啊 战士 失去了对手以后 他那种无聊 没有着闹啊 把他写出来了 就日常生活化了 很琐屑啊 自身的精神那种平庸化了 像这两篇小说啊 实际上呢 展现的是什么意思 鲁星为什么要搞笑 是不是 他其实是对那个 宣妻者命运的一种思考 就以前那个 这个场面上 那些英雄 那些宣妻者 现在的那种无聊 那种这个无奈啊 这显然呢 就渗入了鲁星自身的一种体验 也能够引起当代读者的一个共鸣 所以鲁星这个 写这个故事新编呢 这个他小说呢 是带有一种杂文的味道 杂文的味道 前面我们讲杂文 实际上那个鲁星的这个小说 也有杂文的味道 就是说 己事以对异 言古以正经 对吧 鲁星曾经在一篇文章 叫又是古以有之 这篇文章里面呢 对一些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 从古以有之谈到今上有之 然后又谈到后应有之 又说过 从史书中呢 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 和那时何其神事 而现在呢 分旺几栋 浮屠思想 那时早已有过 而且闹招了 就以前这些东西都有了 总之 独死便亦可以觉悟 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 所以鲁星写小说啊 他和写现代生活题材的小说啊 这个是一样的 他写这个历史小说啊 历史题材的小说 故事新编 和写他其他 现代生活题材的小说是一样的 是什么呢 结识贫苦 引起辽旧的注意 这目的就是要改造现实 所以呢 他才不把古人写得更死 而作为他创作的一个 军选的一个原则 他是要通过喜剧性人物的出场 这所谓油发之处 来使作品整体上活起来 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有时候他故意有点油滑 是吧 有点搞笑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 让这个古人呢 那种古色能够活起来 获得新的生命 所以鲁星所要追求于表现的呢 是古与金的联系 是有意要打破时空的界限 在古代现代都搅到一块了 是吧 古金扎柔 所以他小说里面的主要的人物啊 比如说女娃 后裔 大衣 墨子 老子 张子等等 这个大都有点击的记载 和根记 是吧 他除了写这些人物呢 之外呢 还创造了一些 次要的 喜剧性的穿插的人物 是吧 他写这些故事 这些主要的人物的故事 历史上都有的 但他又创造了一些新的人物 喜剧性的穿插进去啊 加了很多现代的语言 情节和细节 就写的是历史小说 是吧 但是鲁星并不是原原本本的 模仿那个历史 他要把它当代化 是吧 比如说李水这篇 写的一个地方叫文化山 很有意思 文化是一个山 上面有很多学者 古代啊 他是好像是古人 是古人的身份 但是这些人呢 又会说现代的语言 甚至说英语 OK什么之类的 会说莎士比亚 显然呢 是把古今融为一炉 是吧 所以这种俗法 我们现在看起来 有点搞笑 有点无厘头 就是游戏笔墨 鲁星呢 写故事新编的时候 是有点游戏的啊 在当代一些娱乐性的作品 里边我们常常看到了 类似的一种搞笑 不过呢 这种啊 方法呢 其实是有艺术效果的 有的学者的研究认为 中国传统戏剧里面呢 都有一个除角 往往都有一个除角 是吧 插科打分 经常突然脱离 剂中人物的身份和剂情 用现代的语言 来做自由的发挥 是很油滑 是吧 是一种油滑的姿态 来面对现实 进行揭露和讽刺 你们看那个经济啊 还有看地方戏啊 有时候经常都看到 一个小楚 别的人都只能够唱 或者用韵白 是吧 但是小楚说话呢 可以像说现代的语言 说金白 是吧 他有的 往往都有点油火 这个小楚起到一个 什么作用呢 也是拉近现实的作用 就把古代的作品 跟现在的欣赏 拉近了 古今相通了 是吧 这个鲁信也是这样 他的故事新编里面 经常是古今相通 以现代来照亮古代 是吧 这样呢 就更加有力地揭示 古代的人和世中 被掩盖了的某些真相 故事新编读起来 现在 如果你们要读着 会觉得很荒诞 是吧 但又觉得很幽默 有深意 能够发人深思 比如刚才说过 补天 本来呢 写补天 写那个女娃 造人 补天 是吧 何等张言 何等贵立的场景 但结局呢 就出现了一个两胯肩 两腿之间 下面古衣贯的小丈夫 穿的是古代的衣服 一个像模像样的一个小人 让人觉得很方淡 特别是写到 有所谓女娃的低派 女娃的还有低传的弟子 打着旗子 在死尸的 死了以后 死尸的肚皮上 扎在极度的方淡 就颠覆了那些庄严 是吧 化为不孝子孙 那种历史的一种悲凉 是吧 《非公》里边也是 《非公》有个篇文 那个小说也是这样 写那个墨子 墨子费尽的完成了 一个使命 就是去劝那个楚国 不要去打宋国 就成功了 照理他应该凯贤 英雄凯贤 但小说呢 给他开一个玩笑 就让他碰到了 种种难堪和麻烦 是吧 他是被收剪了两回 就被人家检查 这个检查不让他走 然后呢 就又这个 把他的一个包袱 破包袱也给 给抢去了 又碰到大椅 像躲个椅吧 又被两个 这个寻兵 扔开了 弄得一身湿 从此呢 感冒了十多天 这种写法 就是油罚 鲁信自己也说是油罚的 是吧 这个但鲁信的意图呢 就是让古人 把古人拉到 现代生活里边 这样呢 揭开了古人身上的神秘 神圣的外衣 回到日常的生活场景 繁衍 这个古人 那些圣人 这个那种普通的 本来的面目 是吧 所以故事新篇呢 是带有批判性的 是吧 带有对历史传统的 一种思考 一种批判 它这是一种游戏 逼墨 读起来呢 感到非常的幽默 非常的洒脱 但是能够体会其中 包含的那种悲凉 鲁信在写这作品的时候 很搞笑 实际上是一种悲凉 学术界对故事新篇的油画 有很多的解释 也认为鲁信这个作品呢 油画有点过 是吧 这个鲁信呢 自己也说 补贴的后半部 有点草率 这都是故事新篇的一个缺点 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 但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篇 这是一本呢 故事集是吧 故事新篇是一个故事集 是鲁信小说创作里边 一种试验性的 先锋性的 一种作品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 对吧 它有批判性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 也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